一对犹太夫妇即将受到处决 长官举手的一刻 两人闭目相拥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 突然 突如其来的枪声让这些士兵领犯了 剩下最后一名士兵爬向车底 望向远处的白雪森林 他想到一个方法 用自己的头盔来试探敌人的方位 可子弹直接穿过两个车台 自己被暴头而亡 救夫妻二人性命的人 就是让德军闻风丧胆的红色幽灵 让他不解释 红色幽灵只是带走了一把德军的手枪 其余的装备和寄养都没有带走 只是吃了一点口粮饼干 走向远处消失在茫茫大雪中 1941年底 德国国防军中央部队突破苏军防线 红军伤亡超过40万人 有些士兵成功突围后 散落在米兵村外面处 士兵被动得四肢僵硬 只有一个手套 另外一只手只能揣在怀里饱满 冰天雪地的战争 队伍被打散了 落单的士兵跟着游击队一路向前 一路上 有的战士被冻死 有的受伤为治疗而死亡 有的喝了德军留下的毒酒被毒死 这就是战争的真面目 话说不想洗桑拿的军官不是好军官 在这寒冷的天气 这名德国军官想体验一下俄国的黑班亚 于是他们驱车开往附近的一家 而他们不知道游击队也在这个地方 衣着淡不光着双脚的女人 被德国军官抓到雪地里 他们要当场处决这个女人 摸着怀有七个月大的肚子 女人大声诅咒道 就在刚刚 德国军官准备争桑拿吃烤乳猪 无意在乡中发现了女子 并搜出了女人的军装和证件 证明军官听到女人的诅咒 开始感到一丝恐惧 于是他把这个毫无人性的任务 交给了一旁的新兵 并要求他在两分钟内解决问题 新兵觉得残忍至极 长官的命令又不得不去做 此时此刻 女人的战友已经突袭到德国的战口 和敌人近距离生死肉搏 忍受被咬手指的剧毒 两人合力解决了最后一个坑道德宾 就在新兵举枪的一刻 游击队严阵一带不知道谁开的枪 没错 他们没看错 是红色幽灵矮了 白米之外精准的弹蛋 女人趁机躲进了草丛里 游击队五人兵分两路突击得兵 幽灵的称号不是白矮的 杀人与无形之中 转角遇到热烈的拥抱 排手一枪击中躲在暗处的德军 侧身俯冲堵在木桩后 德军能闪电拿下多个城市 并非指向弹兵 先进的武器打得俄兵排不起后 在桑拿房的长官看到红鬼 想亲手解决这个心头之患 但是随从没带撇枪 这给红鬼有了可乘之机 在后背解决了机枪手 游击队员便有了发挥余地 郑伟向红鬼使了一个隐色 闪身解决一个人 红鬼抓住剑歇跑进针拿房 无料被副手泼了一条热水 逃出门外 会躲避子弹半倒在木桩上 伯伯的砸晕过去 就这样 几个人成了僵持状态 军官赤身倒数三个数想突围出 无料被一个鹅兵打乱了节奏 最终三名游击队解决了这里的得兵 并且就出关在征拿房的红鬼 五名俄罗斯游击队被一个连的德军围扑 就在之前的战斗中 被一名德军长官逃离 招来了大批的德军 他势必要把这俄军击毙在这 以洗刷裸奔穿女装的池 他带着几名德兵从侧翼进攻 不料被老兵及时发现 阵尾扫射前方的德军 不幸中弹复杀 士兵转移辅定 老兵走出房门寻找阵尾 毫无防备 被身后的德军乱枪扫死 闻声走出房间的独眼俄兵 也遭伏击 潜伏在外的红鬼扭转局势 三枪灭了三名德兵 一枪及时解决复伤的阵尾 看到快要倒下的阵尾 俄兵冲上前解决了屋内的俄兵 看到一瓶福特加 不管有没有独闷头畅饮一口 现在他浑身充满了力量 一极还你飘飘 全帮郑伟恢复了容貌 给郑伟也来一口压压惊 然后自己一饮而尽 端起机枪冲了上去 人挡杀人佛挡杀 俄军付出了沉重的袋子 带队老爹没有了 郑伟没有了 爱喝酒的战士也没有了 最后只剩下几人 红鬼站出身和德国军官一决高下 枪斗改成肉搏 红鬼虽然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但是身材矮军官一姐 最后军官太过大意被红鬼用镰刀刺杀 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红鬼刚想走的时候 被一直装死的副手射杀 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剧情再次反转 得意忘形的副手被一颗子弹爆头 老兵不死 红鬼不死 看着又一位红鬼诞生了 胜利总会站在正义的一方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 我是大海观影 下期再见